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崔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下跌5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上午的9点52分 来到16607 那么最高点呢 出现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来到16782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175点 现货的成交量却只有2337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领先指标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数据 其中啊 这新增就业人口数是出现了增加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整个失业率也跟着增加 所以呢 在整个消息面有好有坏的情况之下 美国股市是涨多跌少 但是呢 整个NASA指数却是收低的 也中止了日线的连五红 那么台子也就延续夜盘的走势 今天是以低盘来开出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还记不记得啊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整个指数啊 是从高档在盘中 就出现了拉回 不管是期货也好 还是大盘指数也好 都留下了上影线 那么呢 让越来越多的投资朋友 对于整个行情看法 可以说是越来越悲观 但是在上个礼拜五节目里面 老师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说底部的形态是非常的明确啊 行情还有高点可期 所以呢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行情啊 是先蹲后跳 再度创下的近期的收盘新高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今天的行情来讲 恐怕有很多原本看空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没有办法辨别 今天的盘式架构的话 在今天早上 先蹲后跳的行情里面 恐怕你就会掉入了所谓的陷阱 所以呢 怎么样能够在每天早上 一开盘的时候 能够快速掌握当天的盘式结构 这个时候不需要 太高深的技术分析 其实你只要记得 老师讲过的看盘口诀 就是稳盘靠现货 公式看期货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个字 只要你能够熟练的运用它 就能够在每一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比别人更快速掌握今天的行情 那么今天早上一开盘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期货跟现货啊 两边一个涨一个跌 就是呢 大盘是上涨 台子却是下跌的 而且呢 整个成交量看起来啊 也并没有特别的大 而且现货呢 也出现量缩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最主要就是呢 今天是美国的劳动节 所以它人工盘修饰的情况之下 使得整个市场上波动率明显的偏低 那么过去只要遇到这种行情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自己本身啊 台股本身没有太明显的多空力道 这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 我们隔壁邻居啊 就是两个老大哥 第一个美国股市 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股市 因为在盘中 如果他们有积极的表现的话 往往就会带动整个台股的多空方向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 好好来分析早上这些数据 也没关系 你只要跟着我来进场 每天早上我会在第一时间啊 让大家能够准确的 掌握住今天的行情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早上 在9点08分的时候 大盘开盘短短的8分钟之内 老师会透过台子的5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的成交量 期限或之间价差的变化 当然还有老师多年来的实战经验 给混盘有第一手的分析 让你不需要看盘 不需要开电脑 你只要收到我的卷讯 就能够快速掌握今天的行情 那么呢 今天台子前5分钟是成交了 353530口 那么大于过去5日均量 3320口 那么现货今天开盘 只成交了81亿 很明显是小于过去 5日均量的102亿 期限或成交量未同步 行情延伸度有限 早盘期限或涨跌未同步 而且量能萎缩 加上呢 美股劳动节 人工盘修饰 行情容易陷入区间震荡 要特别留意入股 今天开高之后 能不能够延续涨势 各位投资朋友 你知道吗 今天啊 美国股市波动率偏低 可是在大陆股市啊 A50今天是开高 而且震荡一路往上冲 刚刚好 今天最低点 我们是出现在9点52分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今天A50的最低点 也是在9点51 9点52 所以呢 当然见到低点之后 今天盘中一路往上拉 最后呢上涨了将近两个百分点 所以呢 这也使得我们在9点52分 见到低点之后 行情一路往上攀升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你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第一手资讯 当行情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能够做好准备 而不是随着行情啊 一下子看上一下子看下 那么除此之外 假设你还能够掌握到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主力它是做多还是放空 你对于整个行情啊 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把握呢 那么怎么样能够在一开盘 就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当然这时候可以透过 我们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们的预估开盘价 我们今天的预估开盘价是 16623 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 8点45分开盘之前 我们系统已经算出来 今天台子应该开在的 一个合理的价位 等到8点45分实际开盘之后 两个数字来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判断出 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看一下早上的这个截图 今天是9月4号 光束指标预估开盘价 16623 实际的开盘价是16646 你会不会发现到 虽然今天整个现货的量是偏低 可是在台子期其实一开盘 开盘价是远远高于预估价 所以代表主力在开盘的时候 是积极的进场建立了多单的部位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公布的时间 今天是在早上的8点40分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今天早上知道开盘的时候 主力是做多 所以跟着在8点45分 16646的地方跟着进场来做多 其实前面短短半个多小时 这边一口单 你就能够掌握第一波 46点价差的这个机会 所以各位 如果能够掌握主力开盘编多 至少基本上 今天你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很多人对于接下来行情 感到非常的恐慌 毕竟今天整个现货市场 是呈现量缩的格局 那么接下来行情还有没有机会 持续往上呢 这边给大家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那么今天盘中 正价差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 10点46分 这时候正价差瞬间扩大来到 正11点39 这也是从早上开盘8点45分 到今天收盘为止 整个市场上 正价差最大的时间 所以在过去我们说过 如果当逆价差瞬间转正 而且来到最大值的时候 往往代表行情有机会反转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到 大盘比较高 台子比较低 这叫做逆价差 如果行情一路往上走 大盘涨不动 台子还在往上冲 这时候呢 是不是价差 由逆价差转正价差 按照过去的标准 往往行情就会反转 可是你会发现到 今天在这里转成盘中 正价差最大的点位 但是它有没有大幅拉回 它没有 它一直都维持在高档的一个 瑕福整理 这是一个强势整理的心态 甚至尾盘还持续往上拉 这也就预告了什么 大家要知道 台子期是所谓的领先指标 今天台子期啊 成交量放大 而且盘中是越来越大 最后呢 还收在今天相对的高点 出现正价差最大 也没有拉回 其实呢 这按照过去的看盘经验 往往暗示后续 还有机会持续往上走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到 早上会员所收到的简讯 早上8点45分 9月起始开盘价附近 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束指标 多通光束指标 大数据运算 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停在起跑点 早上5点 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每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 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盘顾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稻穷 小SM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涨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 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点45的 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行 当天盘市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行 当天盘市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市强弱 我们的光速指标是市场上 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做股票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大户究竟是怎么做的 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你在做指数做当冲 你能够在一开盘就知道今天主力的多空动向 是不是就能够大幅提高你操作的胜率 所以想要赢在起跑点光速指标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工具 我们再来看到除了早上9点08分给的第一首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左右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之后 老师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给会访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第一个台子站稳月线 自行商选择权避险的空单大减了18000口 那么第二个开盘价远远高于预估价 电子期涨幅后来居上多方控盘 那么第三个就业失业率上升 殖利率反弹 NASA终止日线联务红 第四个期限或成交量偏低 筹码动能有限 行情陷入震荡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盘中是由大盘来带动台子期翻红 电子期的涨幅后来居上 但波动率下滑 行情容易震荡 可留意入股开高之后 能不能够延续涨势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 开盘强势扫描 今天不管你是想做多 还是想放空 你只要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单的人眼睛里面只有利空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找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更重要的是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药城国际投顾 秉持诚信 专业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计较 成就市场一流的研究团队 永成國際投顧 國際投顧 入會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市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行情來的時候選股票不如做指數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不管是台子期還是大盤 都上漲了100多點 可是很多人跟我反映 他手上的股票 基本上好像沒有什麼樣的動靜 原因在哪裡呢 原因就在於 今天光是台積電一檔 就佔了一半的漲幅 所以既然知道行情要往上走 可是很多人 基本上選股票這時候 倒不如來做指數 因為當行情往上 你沒有挑到對的股票 這一波等於就是你錯過了 那麼行情會不會持續往上走 我個人認為 從上個禮拜開始 我不斷的告訴大家 整個底部形態已經逐漸成形 而且今天是過去 從8月2號灌破月線之後 首次連續三天站穩月線 那麼加上從上一次8月17號 破底翻之後 其實整個底部形態 可以說是越來越明確 所以我認為行情往上的機會 是越來越大 但是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還是像著過去一樣 抱著手上的股票 看著指數不斷的往上 是不是你會覺得非常的可惜呢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有新的選擇 如果你想要把握行情的話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跟著我們來做指數賺價差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在道琼指數的部分 過去連四紅之後 現在在月線上下來做震盪 剛剛節目一開始 老師有講到說 那麼美國的整個就業人口是增加的 但是失業率也是上升 也許有一些人會認為 聽起來很矛盾 但是這邊老師給大家解釋一下 那麼一般來講 從經濟學的角度上來看 所謂的失業率就是想找工作 而找不到工作的人 假設這個國家有100個人 有3個人找不到工作 想找工作 但是沒有機會 這時候失業率就是3% 如果因為最近整個市場上 缺工問題越來越大 薪資越來越高 增加了10個人想要進來找工作 其中有5個人找到工作 是不是就業人數增加 可是它分母變成從100變成110 它的失業率也跟著上升 所以失業率上升就業人數增加 這是有可能出現的 代表景氣是有轉好的現象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道琼指數 目前月線開始逐漸的轉平 那麼你不要以為它很弱 其實它離以前的高點 其實並沒有太遠的距離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在NASA和指數的部分 同樣的突破了前波的壓力之後 連續幾天的瑕幅整理 加上月線開始怎麼樣 也是走平 有機會開始轉折向上 所以整個美股現在技術面 漸漸的已經化解了過去的一個 技術面的頹勢 偏空的形態 我們再來看到今天看盤的重點 就是在A50的部分 A50上一次我們說 在政策性利多連續大漲之後 連續半個月的整理 一根長黑灌破月線 開啟了波段的跌勢 但這一波的跌勢呢 就在這一天 大陸再度發佈了政策性利多 調降印花稅 當天是開高衝高再往下殺 也就是先嘎空再殺多 我說在這個時候 大家不用過於悲觀 因為籌碼七起的越乾淨 其實對接下來的行情 越有機會 至少它要守住 這個上升軌道的下緣 所以沒有跌破之前 多頭還是有什麼 往上的機會 所以今天開高走高 大漲了將近兩個百分點 所以最近我不斷給大家灌輸一個 看盤的觀念 美國股市昨天的收盤 會關係到台子今天的開盤 但是在盤中 我們跟大陸股市的連動性 相關性其實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想要做得好 一定要看美股也要看入股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在加權指數的部分 上一次從7月31號 一路往下拉回超過1000點 成家量也跟著一路往下來做萎縮 一直到出現了我所謂的凹洞量 當天我就告訴大家 這裡已經有變盤的機會 那麼接下來行情 連續兩三天的大漲之後 跟著美股又出現了拉回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整個型態上來講 它還是一個完整的底部型態 那麼今天又出現一個 這是凹洞量嗎 基本上我不認為它是 為什麼 因為今天美國股市是修飾的 造成很多的外資 今天是沒有進場交易 所以在這種 不是完整的結構情況 出現這種低量的情況 我認為這並不是所謂的凹洞量 那麼大家有沒有看到 今天是價漲量說 很多人就擔心 到底有沒有機會持續往上 我認為現貨看不到太明顯的趨勢 我們就要看什麼 看期貨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九月台指的部分 剛剛我們特別講到 現在月線是在16567 這邊連續三天佔上了月線 那麼這是從8月2號 藏黑灌破之後 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連續三天佔上月線是第一次 所以從技術名來講 它有轉為為安的這種意味存在 那麼現在我們就要來觀察 今天現貨量說 那期貨的部分 其實成交量是增加的 那麼未平昌量更重要 我們來看到 那麼未平昌量現在從 63416來到上個禮拜五是 64613 今天再增加來到66279 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說過 未平昌量的高低不代表行情的漲跌 不是未平昌量高行情就會漲 未平昌量低行情就會跌 而是代表期貨籌碼的動能 如果未平昌量越來越高 代表動能逐漸在增加 這時候對接下來的行情 有助漲助跌的效果 那麼這兩天都是 往上收紅的情況之下 未平昌量增加 其實從籌碼動能的角度上來看 是對多方相對有利的狀況 那麼上一次我們特別講到 8月17號開低走高破底翻 當時的中線16349 大家還記住記得 我說只要沒有破 行情就有機會往上 所以當天見低點之後 現在出現一個圓弧往上的底部形態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到 如果這張圖 一般投資朋友 你看到之後 你認為它是什麼樣的圖案 很多人都會覺得 看起來是亂七八糟的一個圓形 看起來像圓又不太像圓 可是事實上 如果你在仔細把它畫起來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標標準準的同心圓 這也就告訴我們 有時候我們眼睛所看到 雜亂無章的這種資訊 事實上它已經有一個 非常明確的訊號出現 只是我們往往接受的資訊太多 沒辦法即時做出正確的判斷 這時候你可以透過我們的軟體 來幫助你掌握下一次的波段 我們千里眼波段策略下單系統 是老師將近20年來的實戰經驗 所轉化成的一些技術指標 在100支的指標裡面 我會挑選出5支 最符合現在行情的策略 把它組成一個投資模組 為的就是要掌握 短線、中線、長線 還有逆勢加碼的機會 如果過去你買過一些軟體 你發現好像不是很好用 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呢 你只有一支策略或兩支策略 你這時候一下車很難再上車 而且盤式變化非常的快速 有時候走短波段 有時候走長波段 如果呢 你沒辦法應付這些千變萬化的行情 我認為就是因為你的策略 沒有辦法涵蓋所有的變化 所以老師呢 所有的策略就是呢 多策略就是希望在長期的績效裡面 能夠呢更加的平穩 而且能夠更加的亮眼 我們就來看到 在9月台此期的部分 我們每一個箭頭代表一支策略做多 每一個箭頭往下代表一支策略放空 我們把所有的時間點位啊 跟方向都在上面清楚的做標示 以最近來講你可以看到 在8月31號9點鐘啊 16667高檔的時候 我們出現了一個多單平倉兩筆的情況 那麼呢在當天啊 中午12點8月31號的16610 在最低點的位置進場做多 這就是所謂的逆勢策略 如果你是波段策略 大家不可能是在這種地方進場 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們有多策略 才有機會買在這麼漂亮的點位 那麼呢今天在尾盤 再進場做多一筆 在最後呢16779 也許你覺得這裡好像很高 假設往上衝的話 今天的高點恐怕就是明天的低點 所以不需要預設立場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操作的一個部分 從過去啊14個交易日 替會員創造了878點的價差 那麼呢12個交易日來到924點 到今天13個交易日已經來到了1192點 各位投資朋友 相當於新台幣超過20萬 所以今天只要你跟著我們來進場 各位投資朋友 光是從今天啊 從9月台紙開倉 8月17號到現在為止 短短幾天的時間啊 兩個禮拜 其實呢就已經能夠創造 超過20萬的一個績效 那麼呢我們再來看到 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全部都把它清楚做交代 從去年3月4月5月6月到7月8月 其中只有7月份出現了-788點 因為當天你記得啊 當時的行情是往高 創高之後再破底 再創高再拉回 其實呢能夠維持-788點 已經是老師用盡了洪荒之力啊 因為我知道市場上 如果按照我們的口述操作 這個月至少是虧損2000點以上 所以最好的操作不在於說指標多好 因為呢行情來的時候大家都會賺錢 但是行情不好的時候 怎麼樣降低風險降低虧損 這才是真正的一個什麼 勝負的關鍵 我們再來看到 甚至往前面看 從去年10月正2024點 11月12月1月到2月份才有-186點 因為當時是過年的關係 所以呢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的操作都是非常非常的平穩 那麼老師啊 有一個會員他告訴我 他是一個中小企業主 那麼呢從疫情解封之後啊 他就積極的在國外去參展 所以常常都不在台灣 那麼以前做股票大多頭的時候 隨便買至少都會有機會 能夠賺到一些利潤 可是現在行情沒有像過去這麼熱絡 他買什麼就套什麼 甚至參加很多的股票老師啊 當他進場之後 怎麼發現樓上樓下左右鄰居 大家買的都是一樣 他心裡面覺得非常的不安心啊 所以呢他開始在今年啊 跟著老師一起來做指數 他放200萬的保證金進來 短短半個月 就已經超過100萬的績效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在現在行情不像過去 這麼好做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想要避免掉 手上股票拉回的風險 或是呢想要賺取大波段 現在跟著我們來操作 正是時候 市場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準備好了 你隨時都有機會 能夠東山再起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加入我們的行列 就老師祝大家 天天做期貨 天天有收貨 我們下次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